当梁西宇牵着梁诺出现在节目现场时 直播间人气迅速爆满 我没看错吧 商界大佬梁西宇来参加综艺节目 听说是为了一个重要的人 肯定是为了传言中的神秘老婆呀 连梁家小少爷都出境了 我微微地松了下手心 我以为他想通了 终于愿意支持我的工作 早上出门前 他一边系绣扣 一边淡淡地说 何田 晚上我会上你那个节目 我以为他是为我来的 因为还带着我们的儿子 于是伸手去迎接梁诺 这个我曾经豁出半条命生下的孩子 谁知下一秒 却像被一耳光扇在脸上 我眼睁睁地看着父子俩目不斜视地掠过我 坐到了当红小花洛诗灵的特邀嘉宾席上 我的手盾停在半空中 不可置信地轻喊了一声 诺诺 梁诺只是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目光转向她的父亲 这一刻 我看到了一丝不属于她这个年龄的冷漠 一瞬间 弹幕上的恶意如潮水般袭来 何田这个万年女配 刚才还不要脸地暗示我们 她是梁大佬的老婆 我看何系 京市响红响风了吧 爽 终于看到何系经被水灵灵地打脸了 我们失灵才是正主 何田什么玩意呀 这是 我掐紧手心 看向梁西宇 她知不知道 今晚她这样的举动 会让我变成全网的笑话 就在主持人要把话题抛给我时 直播间突然出现系统上的bug 暂停了几分钟 梁西宇走至角落 接起工作电话 我跟了过去 问她 你答应我来参加节目 却坐到洛诗灵的嘉宾席上 梁西宇结束通话后 一手闲适的插兜 漫不经心地说 何田 我只说会来参加这个节目 并没有说要做你的嘉宾 洛诗灵的哥哥 答应让利给我一块地 让我帮他冲一次人场 你知道的 我是商人 重力 何田 是你误会了 他轻描淡写地解释这一切 倒像是我在无理取闹 这一刻 委屈涌上猴奸 那你就没想过 我的老公和孩子 成为别人的座上宾 我该怎么收场 你没看见那些键盘侠的骂骂吗 梁西宇的脸上依旧波澜不惊 仿佛是真的无法理解我的困惑 何田 你执意要混眼一圈 内心就该强大一点 别人说什么 何必那么在意 心中突然升起一股 深深的无力感 我们七年的婚姻 一直存在一道 无法打破的理解屏障 我转身要走 手腕却被梁西宇握住 小田 结束后一起回家 他喊我小田时 已是我们平时闹矛盾时 他最大的让步 可我不再需要了 我甩开他的手 静止走回直播间 直播重新打开 主持人带着一丝探究发问 何田 你说的老公和孩子呢 他们来了吗 梁西宇抬头静静地看着我 在他的注视下 我示然一笑 不好意思 来不了了 老公刚死了 孩子 就当我没生吧 梁西宇抿着唇 眼眸深沉 弹幕继续快速跳动 何系精是疯了吗 撒谎不成 直接掀桌 笑死人了 他根本没有老公好罚 今天 这些网友 我也不想惯着他们 刚才 我已让家里信得过的保姆阿姨 到我房间 帮我拍了一张照片 此刻已上传至大屏幕 弹幕停了几秒后 开始炸了 我没眼花吧 是何田和梁大佬的结婚证 梁大佬没事吧 不做自己老婆的嘉宾席 去做别人的 洛诗灵是有什么毛病吗 喊别人的老公孩子当嘉宾 何姐 刚才是我大生了 我主打认错快 我华贵 现场除了我 其他人都阴沉着脸 我反而舒坦了许多 继续解释说 我准备离婚了 所以在我心中 老公就是死了 孩子我不打算争监护权 也争不过 当我没生吧 这节目 我也不打算录了 反正要离婚了 我还是能分到一些钱的 足够赔给节目组违约金 过了二十几年 恪守本分的生活 这一刻 我只想随心任性一次 我刚走到停车场 我妈的电话就来了 她披头盖脸地 对我一顿呵斥 你疯了吗 直播说 你要离婚 你离婚了 你爸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这几年 我们家都得靠良家庇护知不知道 道歉 马上跟梁西宇道歉 求她原谅你 我打断她的话 今天是梁西宇先给我难堪的 你何必管她给谁撑腰 捧哪个小明星 梁太太是你不就行了 你爸Shopping Mall项目有资金缺口 你个电竞公司刚成立 也需要梁西宇 我忍不住挂断电话 按下关机键 深深的疲倦涌上心间 我的婚姻在他们这 只是一个吸血的筹码 一转身 却看见梁西宇高大的身影 靠在我小巧的mini车旁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梁诺呢 让司机先送回家 节目我喊停了 明天的热搜也不会有 喊停撤热搜都不奇怪 她有这个超能力做这一切 梁西宇处理事情一向雷厉风行 带着与生俱来的自信 她甚至觉得离婚只是我说说而已 只要她来哄一哄 我就乖顺了 她低声自嘲 你今天这么闹 全网都要笑话我了 我轻笑一声 还给她刚才那句话 梁总内心强大一点 别人说什么 何必在意 梁西宇愣了一下 按住我要开车门的手 你生气是因为落失灵 我只是为了那块地 我笑了 梁西宇 这话你自己信吗 你什么时候会缺一块地了 因为落失灵长得像她对不对 你书房第二个柜子 暗格里的照片 不止落失灵 连我也长得像她 这就是你当初娶我的原因是吗 梁西宇书弟松开握着我的手 脸色冷凝成霜 以后请别再动我的书柜 戳穿瑰丽虚假的泡沫 一切变得清晰起来 我一字一句 无比清晰地告诉她 梁西宇 不会有以后了 我要离婚了 我出生后 家里的生意节节败退 而我也成了家里最不受宠的孩子 培养成淑女的模样 嫁个有钱人 是他们对我的期望 我妈是行动派 从大二开始 就给我安排了各式的相亲 而我接受这一切 用来交换允许进入娱乐圈 因为做演员当影后 是我唯一的执念 一开始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宋连夜的愿望 后来她不在了 就变成了我的愿望 在梁西宇出现前 我以为我会嫁给那个 年长我二十五岁的 比我矮半个头的 港城地产商老板 她虽老却有钱 家里除了我 大家都挺满意的 后来 一场意外而来的相亲 改写了结局 梁家那样的家庭 怎么会和我们这样的 小门小户相亲 我妈美滋滋地打断我爸的质疑 管她的 抓住这条大鱼才是要紧事 相亲那天 我像木偶般坐到梁西宇面前 第一眼 我承认我的确被她的气质 长相折服 我还在想 为什么这么亮眼的人 需要相亲时 守备已被溅上热烫的咖啡 新来的服务员 还在惊慌失措地道歉 梁西宇已拉我到水龙头旁 抓着我的手 仔细地冲凉水 这样很快就不痛了 也许是这一瞬间 温柔让我觉得 如果是嫁给她也不错 再后来 梁家来家里讲婚事 我妈向重了头彩般高兴 而我也没有什么不愿意的 毕竟梁西宇比那个地产商 好看一百倍不是吗 婚后梁西宇对我还算不错 除了不赞成我做演员外 她在丈夫这个角色上 几乎挑不出什么错来 闲暇时间 她会带我到港城最高的山顶看日出 会带我去喝最好喝 最正宗的港奶 我们会像普通小情侣一样 手牵手走遍港城大街小巷 她告诉我 她大学是在港城读的 所以对这个地方有特殊的感情 婚后第七年我才发现 她喜欢港城 因为这里曾经有个她 和所有富家子弟俗套的爱情故事一样 梁西宇也有一个 被家里棒打鸳鸯的白月光 而且她死了 那场相亲不过是梁西宇接手家族生意 羽翼丰满后的一次自主选择 当我在书柜中 无意翻到那张旧照片 背面写着挚爱七七四个字 正面是一个与我长得有七分像的女孩 那一刻我恍然明白 原来我只是一个替身 我们一起看的日出 喝过的港奶 走过的每一条大街小巷 都是她和她的曾经 并不是我以为的爱情 地下车库安静的落针可闻 啪哒一声 梁西宇点燃了一支烟 离婚 不考虑梁诺 我轻笑一声 你忘了 你母亲说我不适合教育孩子 她今年六岁了 但我和她相处的时间 不足六个月 这几年 梁母牢牢地掌控梁诺的教育 像栽培梁西宇一样栽培她 不是你自己先不要她的吗 梁西宇居高临下看着我 就这么普通的一句话 却像针斑扎进我心里 我说过无数遍了 我没有不要梁诺 那时候我产后抑郁了 我只是暂时没法靠近她 我怕我会忍不住伤害到她 可梁西宇永远忽视我的解释 从前我以为她只是性子冷 又专注于庞大的事业 难免忽略了生活琐事 后来我发现 因为不爱 凡事就不走心吧 这些年 我能记得住他们 每一个人的生日 却从来没有人记得 我的生日是哪一天 除了送连夜 可惜 这世上再没有送连夜了 梁西宇轻叹一声 你先冷静一个月 一个月后气消了 我打断她的话 不需要 我考虑得很清楚 到现在 她还以为我 只是在闹情绪 收拾东西 离开梁家这天 我转头 又去梁诺的学校 接她放学 可她明明看见我了 却迟迟不肯上车 最后在车里 她微微皱眉 妈妈 下次别来接我了 同学们看到不好 为什么 我没法跟他们解释 你是一个不入流的戏子 我的手不自觉地握起了方向盘 谁说妈妈是不入流的戏子呀 后视镜里 她垂下眼眸 外婆和奶奶都说过 爸爸 二平方 也不喜欢你做这个 我们沉默了一路 到了家里的停车库 我转头问了她一句 你呢 你自己怎么看 梁诺的回答 很大人样式 也很冰冷 妈妈 你换一个工作吧 你很自私 从来不考虑我们的感受 我闭了闭眼 梁诺 你们有谁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以后 你不会丢人了 因为 我再也不会接你放学 我第一次 用这么冷漠的语气 跟她说话 梁诺下车后 一时间愣住 不明所以地看着我 我没再理会她 一脚油门冲出梁家 后视镜里 梁诺以及二楼阳台上的 梁诗语的身影 越来越小 直至消失不见 我瞄了一眼 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的离婚证 虚了一口气 从此我的世界 天高海阔 梁诗语从未想过 何田会主动提离婚 还是在直播里 用比较激烈的方式 说老公死了 他都要被气笑了 在她印象中 何田性格温和 也没什么主见 除了执着当演员 这点令她不喜外 她挺符合做妻子的标准 当初她会跟她结婚 除了那张 有些熟悉感的脸外 最重要的是 她看着挺乖 不容易惹麻烦 因为她很清楚 家里有一个强势的母亲 她不想因为婆媳矛盾 这种鸡毛蒜皮的事 阻碍她拓展商业版图 结婚后发现 她的选择没有错 她十分温婉乖巧 从不与母亲顶撞 连拍戏都只接 本城拍摄的项目 不论拍摄多晚 她都会回到梁家 第二天早上醒来 她的鼻息间 总有淡淡的柑橘香味 是她惯常用的 沐浴露的香味 她会转身 埋在她的脖梗间问 这么喜欢橘子 她点点头笑着说 嗯 很喜欢 我的好朋友宋连夜 也很喜欢 她不知道宋连夜是谁 但这个名字 她提起的次数很频繁 每一次 她都没认真听她讲 也许在走神 也许在思考集团新策略 利润指标等工作上的事 反正她那些话也不重要 不是吗 不知道从哪天起 她越讲越少 最后索性闭口不谈 他们之间的交流 渐渐变得寡淡起来 离婚后的第三天 一项喜怒不行鱼色的梁西雨 对着浴室里的那瓶橘子香沐浴露 莫名生出一股烦躁 她的东西怎么还在 庸人低着头道歉 手脚麻利地 把关于和田的一切痕迹 都收了起来 橘子沐浴露 淡紫色的四件套 桌上幼稚的龙猫百件 可是那晚一项睡眠质量 还不错的梁西雨 对着新患的蓝色 被担失眠了 鼻息间全是陌生的味道 有些不适 晨起 她的眼下已然一片带青色 她思索了片刻 喊来庸人 把太太的东西搬回去 庸人大惊失色 先生已经扔了 找不回来了 梁西雨如梗在喉 也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吧 离婚 当然也算一件喜事不是吗 我接到了一部 制作不错的剧组选角邀约 副导演仔细地与我讲解 角色弱选上了 这戏得连轴转三地取景 有的甚至在山奥里 条件有些艰苦 但是拍好了 极有可能充奖 听到有可能拿奖 我就什么都不顾了 没问题的 我去 现在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 奋斗的步伐 我做了二十几年 听话的女儿 用婚姻给全家 换来了生意和金钱 早就不欠他们什么了 我做了七年的良家媳妇 恪守本分 用最真挚的情感 最终换了一个只是替身的真相 不对等的婚姻只会变成枷锁 好在 我已经解脱了 这部戏须封闭式训练选决四个月 加上我一共有108位的竞争者 一起进入训练营 是机遇 也是挑战 天空雨堵白 我便训练有素地爬起来沉练 然后是不停歇的马术训练 功夫训练 礼仪 舞蹈 尤其是马术 是我们的重头戏 我从不敢上马到一只手 能驰骋拉弓射箭 这期间 磨破过多次大腿内侧 摔过无数次手肘 也有不知情的人打去我 听说你是梁家的媳妇 你们豪门媳妇还需要这么拼呢 我一点都不避讳 我离婚了 不是谁家的媳妇 我有名字 叫何田 也有人在我后面不屑嘀咕 这种豪门出来的媳妇 养尊处优惯了 我保证 他连第一轮筛选都过不了 若是从前我会无视 忍耐 但是现在我不会了 不爽就当场发泄 总比憋着好 毕竟我的乳腺 也需要好好保护不是吗 我走到他们面前 你拿什么保证 拿你那张四处漏风的嘴保证吗 不待他辩驳 我一转身回去 跨上马背 驰骋飞奔而去 所有的质疑声 在这一刻仿佛被我踩在脚下 离最后一轮测试的时间已经不多 我把24小时当48小时过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每一秒虽然疲惫但满足 测试那天 艳阳高照 我策马奔腾 心无旁骛地盯着目标 一见正中靶心 一次是偶然 当我三次都正中红心时 悬着的心踏实了 我的综合评分是最高的 手掌心里的血痕 是我成功的印记 那个是何田呀 好厉害 他完全符合戏里的女将的形象 何田 牛的 完成度比男演员都好 训练很累很苦 我都没哭过半次 这一刻 我因拥有自己的名字而落泪 一转身 却见马场外 站着四个月未见的父子俩 梁西宇和梁诺 娇阳下 梁诺的眼睛闪闪发亮 妈妈 你刚才骑马射箭的样子 有点帅 这是这些年来 他第一次夸我 他平日里的生活 我用尽全力想参与 却不得而入 记得有一次 幼儿园布置了登笼的手工课 我手工不大好 熬了一夜 亲手给他做了一盏兔子登笼 四岁时的他 只看了一眼 就撅起小嘴 没有奶奶 给我找的手工老师做得好 妈妈 你好像真的什么都不会也 最终 那盏兔子登笼的宿命 是被扔进垃圾桶 梁母站在楼梯间没有制止 嘴角挂着疏离地笑 别怪诺诺 带你坐的去学校会被人笑的 妈妈用心给小朋友做的东西 怎么会被人笑呢 就算不精致 也是爱呀 可能梁家就不是讲爱的地方 梁西宇挚爱的七七 不照样嫁不进梁家吗 当初若不是怕梁西宇 因为七七死后走极端 终身不婚 估计梁母是不会同意娶我这样 她看不上眼的女孩进梁家的 思绪回笼 我对着梁诺淡笑一声 我自己也知道 我很帅 然后呢 尽管梁诺继承了梁家人 实诚实的淡漠气质 但她毕竟是个六岁的小孩 藏不住事 奶奶说得不对 原来妈妈的工作 并不只是穿着漂亮衣服 搔手弄姿 梁西宇的眼眸暗了暗 诺诺 我笑了 你奶奶要么就是坏 要么就是 极度我年轻漂亮 梁诺愣了一下 小声说 妈妈 下个月我生日要到了 你会回家吗 不会回去 戏字不配参加你的生日呢 乖孩子 梁诺眼圈一下就红了 正想辩解什么 梁西宇打断她 你先去车上等 我和你妈妈有话要说 梁诺很敬畏梁西宇 梁西宇说的话 她不敢不听 她仿佛有些不舍 往车的方向走去 却频频回头看我 我一抬眼 只见梁西宇 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她的嘴角微微上扬 小田 为什么你离婚后 仿佛变了一个性子 伶牙利齿 比以前活泼了 我微微挑眉 要你评价 有时说是 我很忙 不见得有时间 听你说太多 这句话 也是当初她对我说过的 不说话是吧 我转身就要走 手臂却被她紧紧握住 小田 生日快乐 离婚了 她却记得我的生日了 我一根一根 掰开她的手指 七年了 迟来的生日祝福 谁会快乐 我没再理会她 静止走进训练营后场 留下良心与艺人 难得落寞地站在原地 很快 我跟着剧组 进入正式紧张地拍摄工作 有时候 一场戏 因为演技 对手 台词等音速 会拍摄十几二十条 但在内 都没有频繁地见到良心与泪 每次 她的车都不远不近地 停在我回宿舍的路上 手上也从未空过 有时是一束花 有时是一盒米其林师傅 做的点心 这是她从来没做过 也不可能做的事 她巨傲 清高 从不屑在人前展示 我们的关系 而她现在 似乎一点都不避讳 我们的关系 一开始 同剧组的演员眼里 还带着艳线 何田 你前夫真的是梁大佬吗 静探真的好帅呀 他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呀 你们会复合吗 他帅死了 我淡淡地告诉他们 他心里住着一个死去的挚爱 我做了七年的替身 结婚七年 他都没喜欢上我 没道理离婚后 就突然喜欢我吧 你们觉得 我还要再次入坑 去做一个守规矩 没自由 也得不到情绪价值的 良家媳妇 唯一的作用 是给我父母 提供生意上的血包 他们纷纷摆手说 不要了 在这之后 他们对梁西宇 也没了之前的钦佩目光 偶尔还在我耳边区区 诺 那个死男人又来了 梁西宇面容有些疲倦 卖着长腿从车上下来 这次出国出差 失眠有些严重 小田 你之前的沐浴露 哪里买的 好像那个橘子 味道能助眠 我笑了一下 我自己特调的 外面买不到 他证了一下 那能不能 不能 我不会 也不愿意再为他 做任何事了 他也不恼 从口袋里 掏出一条粉钻项链 递给我 你之前说过 喜欢四叶草的项链 划落 项链却从我俩的手指尖 滑落在地 沾染上尘烟 因为我压根就没接 他微微醋没看我 不喜欢吗 喜欢的 只是不喜欢你送的 他眼底略过一丝不解 我一字一句清晰地告诉他 梁西宇 合格的前任 就应该像死了一样 我记得从前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何田 我挺不喜欢别人说 我的妻子是个三流演员 明白吗 自此 我们隐婚了七年 历史不会重演 但总会惊人地相似 梁西宇 我挺不喜欢 别人老提起我的前夫 是梁西宇 别再来了 明白吗 何田再一次 在梁西宇面前 甩手走人 梁西宇突然觉得 靠近心脏的那个地方 微微刺痛 尤其在粉钻项链落地之时 他捡起来看了一眼 然后一甩手 一个抛物线落进旁边的人工湖里 荡起一圈涟漪后 归于平静 何田不会知道 这项链是他亲自参与设计的 粉钻四叶草的中心 还刻着两个字母T与Y 取自他们两人名字 最后一个字的首字母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做这事 以往在他看来很幼稚的事 他觉得他是疯了 自从离婚后 失眠久制 不遇那天开始 他的血液里 似乎有一种因子在觉醒 好像在叫嚣着 他必须重新审视 他与何田的关系 那天他再次睡不着 索性喝到微醺 还喊来了一个多年的兄弟 陪喝 对方摇着红酒杯 不解地看着他 你不会离婚后 才发现爱上自己的老婆吧 梁西雨的手顿停了一下 痴笑一声 可能只是不习惯吧 朋友笑了一下 那与从前那位比呢 你习惯谁多一点 他明白 对方说的是洛七七 她大学时的学妹 洛七七是大学里的校花 长得漂亮 作风大胆 喜欢一个人时 也喜欢得轰轰烈烈 他追梁西雨 用尽了各种浪漫手段 全校皆知 那时的梁西雨 年轻轻涩 被这样的女孩吸引 再正常不过 他们确认交往那天 洛七七塞给他一张照片 还娇俏地逼着他写下 致爱七七七四个字 西雨 我想做你最喜欢的女孩 这张照片 梁西雨一直留着 无意识地留着 后来梁富棒打鸳鸯 他们这样的家庭观念是 你在外面怎么玩都行 动真歌曲回家不行 梁富主打攻心 用最冷漠的语言 击垮她的心理防线 这女孩 你叔叔睡过 那天 她在跑车上提了分手 洛七七咬着唇 潸然泪下 我没有 我只是参加活动 被主办方骗引过去 什么都没发生 我跑了 你信我 梁西雨冷笑 难道我父亲会骗我 洛七七性子刚烈 嘴里喊着 停车就要下车 拉扯间 一辆货车迎面而来 一切陷入黑暗 遗憾结束 梁西雨的父亲 确实撒谎了 只因他们家要娶的媳妇 只能是门当户对的女孩 洛七七这个孤女不配 后来梁富的葬礼 梁西雨缺席了 洛七七也成了她心中深埋的愧疚 无关乎爱 只是愧疚 若她信她 若她那天没有昏迷 能及时把她从车里拉出去 或许她就不会死 一瓶酒下肚 故事也讲完了 朋友拍拍梁西雨的肩膀 你那只是是愧疚 愧疚不是爱情 你想一下 若那日是和田在车上 你会怎样 梁西雨久久未说话 灌下一大口酒后 猴杰节奏性的滚动 最后 她带着酒意自嘲地说 那就跟她一起死呗 剧组难得放了一天假 同组的男三号 却略带羞涩地 请我看电影 我礼貌拒绝 我只想冲事业 现在没有谈恋爱的计划 她挠挠头 却把电影票塞给我 你想看或不看都行 以后有谈恋爱计划时 麻烦让我排个号 我笑了 笑她的坦诚与憨实 一抬头 却撞进梁西雨冷宁的视线里 她的身边还跟着梁诺 我扶鹅 怎么又来了 半个小时后 我们坐进咖啡厅 梁诺巨傲地抬起小下巴 妈妈 我不喜欢你 跟刚才那个人交往 我拖塞笑了 嘖嘖 人还没长大 心就跟霸总一样大了 乖孩子 你家大别墅在半山腰 不住在海边 别管那么宽 梁诺握紧小拳头 妈妈 你变了 我不太喜欢你现在这样子 你对我和爸爸 都好冷漠 我抿了一口咖啡 有吗 可是我挺喜欢 我现在的样子呢 她气呼呼地 不小心撞到了果汁 撒进小白衬衫里 梁兮宇微微醋眉 自己去洗手间处理一下 梁诺不在了 我卸下薄薄的伪装 皱眉看着梁兮宇 不是说别来找我了吗 她忽略我的问话 刚才那个人要追你 我被气笑 梁兮宇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跟谁 想做什么 都是我的自由 何田 我们能回到过去吗 梁诺想你回家 她才七岁 不能没有妈妈 你的心也该为了孩子软一软 你从前不喜欢的地方 我能改 我能感受到 这是梁兮宇 想挽回我能说口的 最大诚意了 她这样的天之骄子 从小到大 估计都没求过人 梁兮宇 我们已经结束了 回不去了 你的那一点点不甘心 真的与我无关 梁兮宇觉得自己 越来越瘋魔了 吃了这么多次闭门羹 她还是没想放弃 何田温婉善良 她想的是 用水魔功夫 总有她松口的一天 过去她因为 对洛七七的愧疚 无法敞开心怀 去喜欢另外一个女孩 十年过去了 她也该放下了 当她烧掉洛七七照片这天 洛诗灵意外找上门 梁总 看在唐姐的份上 帮我最后一次好吗 洛诗灵是洛七七的堂妹 上一次直播间的事 也是借洛七七的名 梁兮宇音质地盯着洛诗灵良久 什么事 梁总 我主演的电影 下个月就要上线了 但是另外一部电影 同时上线的话 会抢了我的热度 您能帮忙压一压吗 让那部女将往后压几个月上映 行吗 因为洛诗灵很清楚 梁兮宇有这个能力促成这一切 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吧 可梁兮宇并不知道 日后她将为今天的决策后悔不已 她内线喊来助理 交代这不光明的差事 助理想了想说 梁总 女将的主演是何田 您确定要这么做吗 梁兮宇正了一下 只是推迟几个月上映而已 又不是不上映 大不了 到时候花钱 让院线多排点 她的片作补偿好了 去吧 按洛诗灵的诉求做 电影杀青后 剪辑了一版出片 全剧组观看后都激动不已 导演更是拍着大腿说 这部戏全员 演技在线 上线必爆 尤其是剧组里年龄最大的 九十三岁 演我奶奶的老艺术家 方老师最为激动 她拍了一辈子电视剧 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 当然也将是最后一步 我呀 若能看到她上映 我死也瞑目了 我笑着安慰老人家 很快乐 只要等两个月就能上映了 可世事无常 电影突然被通知整改 档期无限制推后 喜悦突然被乌云笼罩 方老师年龄大了 突然疾病是她这个年龄的常识 她躺在病床上 眼角勤着泪 如果死之前 能看到电影上映就好了 可这时 我安慰的话 好似堵在喉间 怎么都说不出来 她走的那天 电影依然没有上映 我在殡仪馆外的椅子上 坐了很久 看着黑压压的乌云 突然想到了宋连夜 我最好的朋友 宋连夜病末时 头发已经掉光 她的家人和我 还在努力地瞒着她的病情 她抬起瘦骨临寻手臂 自嘲道 女演员都很漂亮 我这么丑 是不是做不成了 我哽咽着说 会好起来的 你以后要拿奖当影后的 然后我再观众席给你鼓掌 可宋连夜 却紧紧握着我的手 以后我不在了 你就不要再去天台上 走边边了好不好 活着总会有希望的 你不能因为你妈妈她们 就不要这个世界 不要你自己了 何田 跳下去了 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其实她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清楚 何田 我快活不久了 如果你也喜欢做演员的话 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好不好 何田你那么讲信用的人 答应了就要做到 宋连夜这个小机灵鬼 他只是怕我因为原生家庭 再次自杀而已 他应该是想 他死了 就再也没有人去天台上 把我拽下来了吧 他想我活着 那我就活着吧 从此 他的愿望 就是我的愿望 可是他的遗憾 未尝不是方老师的遗憾呢 又年我对于宋连夜的离去 无能为力 如今 我对方老师的夙愿 再次无能为力 我有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可就在这时 导演告诉我一个真相 这片 是梁西宇那边的资本压制的 愤怒一瞬间烧红了我的双眼 若没有他的插手 方老师夙愿能成 而我笃定 我能拿一个奖 我有信心 这次能完成宋连夜的愿望 这是我离婚后 第一次主动来找梁西宇 在他惊讶略带惊喜的目光中 我用尽全力 狠狠扇了他一巴掌 震得我虎口发麻 梁西宇沉下脸 何田你过分了 不能仗着我喜欢你 就肆意蛮横 我怒极反笑 梁西宇 你就是这样喜欢我的 为了洛诗灵 压制我辛苦拍摄的电影 为了你们的一己私欲 毁了别人的夙愿 小田 她是七七的堂妹 我只是想减轻我的愧疚 太好笑了 她跟落七七的往事 离婚前 我从各个相熟的人口中 拼凑了大概 我虽与她不相识 但是惜于一个年轻生命 因为一段感情陨落 梁西宇 你真有这么长情的话 七七死的时候 你就该跟着一起去死啊 你的愧疚 扯上别人的人生做什么 梁西宇手指微微颤抖 脸上显露从未有过的狼狈 她的喉结上下滚动 声音带着嘶哑 何田 我只想好好跟你重新开始 可能你不信 我突然发现 其实我是爱你的 我站在门口 逆着光冷笑 可是梁西宇 我已经开始恨你了 从何田说恨她那刻起 梁西宇知道 他们再无可能了 甚至都没有脸面 出现在何田面前 她也只能像阴暗的老鼠一般 从网络上偷偷汲取她的近况 她的失眠症也越来越严重 医生说是心病引起的 心病要新药医 可她没有药了 五个月后 何田担任大女主的电影 终于上映 精良的制作和精湛的演技 促使女将电影 口碑票房双丰收 何田站上领奖台 拿到红牡丹影后奖杯那天 她和梁诺就坐在台下 爸爸 妈妈好漂亮 身上像笼罩着光芒 妈妈好厉害 她实现愿望了 梁西宇点点头 你妈妈很优秀 她一直是一个有韧性的姑娘 她又低声轻叹一句 使爸爸把她弄丢了 那年在港城的街头 她接了一个电话后 何田不见了 可她一转身 何田就撞进她的怀里 手里可爱地举着两只冰淇淋 吃嘛 很甜的 我不会不见的 我会牢牢跟着你 现在她一转身 何田已站在万丈光芒中央 但是 他们之间却隔着一条 无法跨越的天前 颁奖典礼结束后 她让管家先把梁诺接回家 她独自一人开车 沿着环城高速驰骋 想消一消 心中那股挥散不去的烦闷 车上正巧还在播放着 关于何田新晋影后的生活八卦 何田 听说你准备新恋情了对吗 何田的声音清澈自信 生活总要继续 遇到合适的人 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在主持人的一声声恭喜中 梁熙宇的车速快速飙升 未知的危险也像猛兽般逼近 一段高架桥从中间坍塌 若梁熙宇车速慢一点 及时踩刹车 或许有一线生机 可她什么都没做 这一刻她突然鬼使神差地 放弃了所有动作 何田说得没错 落七七死的时候 她就应该跟着一块死去 她拥有过的从未珍惜 七七死得愧疚 她用何田来弥补 那失去何田的懊悔 她还能用什么来替代呢 车子翻滚下山那刻 她很想问问她 何田 我死了 你会像怀念宋连夜一样 怀念我吗 可她很清楚她不会 因为她没资格 主持人念出何田这个名字时 我几乎犯上一瞬间的耳鸣 导演和同剧组演员笑着催促我上台 手中握住那个晶莹剔透的奖杯时 我才真实地感受到 我做到了 山河远阔 唯有努力不负韶华 宋连夜 我拿到影后桂冠了 你看见了吗 我没有骗你 我实现我们的愿望了 那一刻 我仿佛看到宋连夜 坐在观众席上 给我鼓掌 笑着露出她的小虎牙 泪水盈满我的双眼 年少时 我执着父母的爱要公允 想要他们像爱哥哥一样爱我 终日抑郁苦闷 结婚后 我追求一份平等的情感 来自丈夫和孩子的爱 却苦求不得 而现在 我明白了 自爱 方能无畏前行 因为最深的底气 源自内心的风营 颁奖典礼结束后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是我妈 她的声音苍老且疲惫 小田 我病了 病了很久不敢打扰你 你有空能来看看妈妈吗 不能 让您儿子去看您吧 他从小享受惯了 作为您最宠爱的孩子的福利 现在也该她承担义务的时候了 说完 我便挂断电话 顺手把这个号码 拉进黑名单 与吸血包般畸形 无碍的原生家庭 做适当的切割 我认为 这是应该的 二十 我以为拿完大奖 第二天 能安然大睡时 没想到 大清早一个电话 把我吵醒 助理告诉我 梁熙雨昨夜连人带车 掉落山下 确诊身亡 梁家人在找你 估计想邀你参加葬礼 事发有些突然 我确实蒙了几秒 帮我推了 没有前妻必须参加 前夫葬礼的规定 她生前 我就不太想见到她 死了 就更没必要见了 她只是我生命中的 一段往事 终将引入尘烟 渐渐消散 日光暖暖的 已经潜入房间 我拉起窗帘 意外发现 小区里莲花池中的 花都开了 莲花瓣层层叠叠 轻盈而饱满 连夜扑展 碧绿如翡翠 一片生机盎然的模样 突然间 我想到了 我和宋连夜 都喜欢的那句诗 有她也有我 连夜和甜甜 哦 我来看 我来看看